唐某虎的影像主要来自于影视作品 你看这些年来我记得周星驰演过唐某虎的演出像 后来演唐某虎的黄晓明演过 郭德纲都演过 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对唐某虎的影像 就是他们演绎的影像 那么一些中老年观众朋友可能都记得 1964年的时候香港出了一个连唱带演的那么一个电影 名字叫《三校》 里边香港的大美女陈思思扮演秋香 那个留给大家很深刻的影像 有很多唱段现在都在流传 作为历史上的江南四大才子之一 唐某虎的故事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荧幕上有周星驰拱历版的唐某虎点秋香 相群陈思思版的《三校》 以及郭德纲版的《三校之才子佳人》 电视影厅上则有张家辉版的《金庄四大才子》 黄晓明版的《风流少年唐柏虎》等等 其中陈思思饰演的秋香 美丽 娇俏 通颖 古典 美宫认为最经典的秋香 而周星驰版的唐柏虎 则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经典 对于这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影片 其中的台词和条段 至今很多观众仍可倒背如流 所以很多人对唐柏虎的印象就停留在 你看扁秋香 作画 写诗 给人感觉好像这个人 随随便便吃喝玩乐 你看好事都占了 风流快活 潇洒替藏 还有钱 年少多金 既有顽固子弟那些特征 同时又有大才子的特征 这多好 那么历史上真实唐柏虎是不是这样 绝对不是 唐柏虎其实一生多半时间挺穷困 而且他的一生坎坷特别多 活了五十四年 唐柏虎是1470年生人 明朝时候的人 本名叫唐吟 就子守吟某的吟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呢 是吟年吟月吟日 所以他父亲给他起名叫唐吟 那么唐柏虎呢 确实是像影视剧里表现那样 老家是苏州的 出生在苏州 他母亲呢 小家比喻 在当地有名的才女 过去妇女时文断字的不多 他母亲文化水平不错 他父亲呢 是个酒馆的老板 叫唐广德 唐柏虎小的时候呢 受的教育就非常好 16岁当时就种了秀才 在苏州城当地呢 16岁种秀才 这真是个才子 后来呢 到19岁的时候呢 他结婚 这家庭情况呢 相对来说 那个时候是比较富裕 而且他这个学业上 也是顺风顺水 可是没想到 二十几岁的时候 正在准备 就由秀才到考举人的时候呢 家里出现很大变故 他母亲去世 他父亲去世了 他妹妹也死了 而且他结婚之后呢 孩子刚一出生 没了几千功夫 这孩子得病没了 然后他的老婆呢 因为这个生孩子过程当中 落下了一些病 没多长时间也死了 你就说谁能经住家里面 第二天才 父亲母亲妹妹 妻子孩子全美 所以唐某虎当时啊 人生陷入了低谷 就一度消沉的都不行了 但幸亏呢 他身边有几个好朋友 我们大伙可能还记得 所谓江南四大财子 江南四大财子是谁呢 是唐某虎 文征明 杜之山 还有一个徐仁清 这称为江南四大财子 这是他身边的好朋友 这些人呢 一个是在经济上 接级唐某虎 再一个在精神上 一点一点的呢 唐某虎呢 就从困境当中走出来了 然后后来呢 他参加这个 我们的乡试 就省一级的考试 结果考了第一年 当时又造成很大活动 这等于一下中了几人了 之后呢 唐某虎第二年 他29岁那年 信心百倍的参加会试 就是进京赶考 因为你中了几人之后 进京赶考 再往下就奔状元使劲了 我们都说三渊极地嘛 那头三名状元 榜眼探花 唐某虎就奔这个使劲了 而且那个时候 唐某虎的财名 在苏州一带 非常大的名字 在半路上赶考的时候呢 他碰到江阴的一个富户 名字叫徐晶 这个人跟唐某虎一见 俩人一起相投 结拜为异性兄弟 一起赶考去了 这个徐晶呢 他这文采一般 跟唐某虎比不了 但是这个徐晶呢 后辈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 我们都知道 明代有个大旅行家 叫徐霞克 这个徐晶就是 徐霞克的曾祖父 就是他爷爷的爸爸 但是这个徐晶 文化水平呢 诗求是说 很一般 才书学浅 但是这个徐晶呢 他就信奉一句话 叫世事难行 钱坐马 就是人间呢 各种各样的道 难走啊 世路难行 钱坐马 这钱就是你的马 所以他到了京城之后呢 用重金买通了主考官 出题那个人 买通了他的书童 这书童把题给他偷出来了 我们知道过去科举呢 就是做文章嘛 这徐晶得到这个题了 赶紧找唐某虎 麻烦您给我做篇文章吧 唐某虎也不知道怎么事 刷刷点点很快 就写了一篇范文 当然是 结果后来到考的时候 这个书童被抓出来了 结果他一检举完了 这徐晶肯定不行了 唐某虎跟着吃了瓜道 朱连 结果把他俩都下到大牢里 严刑考打算 那唐某虎当时在牢里遭老罪了 后来这个事一调查 唐某虎不知者不怪 就把他放出来 虽然没给他定罪 但唐某虎的仕途 这就等于画上句号了 你是有污点的了 所以唐某虎今后再想考试 和现代话说 取消多少年高考资格 你不能参加这种考试了 所以唐某虎非常郁闷的 回到了苏州老家 这段时间 他就跟身边这些朋友 心情难受 就是天天写字画画 他绘画的记忆 在这段时间有很大的气候 这么一晃呢 混到了36岁了 他自己的生活状况 一直是普普通通 靠什么呢 卖字卖画 挣点钱 挣了这点钱呢 他自己的指了份产业 在哪儿呢 苏州城北 就郊区一带 有一片桃花林 他在这里边呢 置些一块地 这个地方叫桃花屋 他盖了个房子 叫桃花庵 他自命为桃花庵种 桃花屋里桃花庵 桃花庵下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 又摘桃花换酒钱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 相对潇洒的环境当中呢 放荡不羁的唐某虎 仕途也无望了 这时候啥都想开了 所以他这诗下边 还有四句 就咱们在这个 周文石版里边呢 也听过周文石自己呢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借武林豪杰木 无花无酒除坐铁 这也是唐某虎在 那种心境之下写的诗 这两首诗 确实都出自唐某虎的笔下 那么当时唐某虎 在这个环境下呢 一晃又将近十年过去了 这个时候江西呢 有个凝王叫朱晨侯 也朱元璋子孙了 总览天下英才 其实他是想着 谋反被皇位去的 我到了苏州这一带呢 找天下英才 文正明和这个唐某虎 就被相中了 文正明脱兵不出 我去不了 唐某虎那年四十五 一想呢 自己不甘心 这四十五就被埋没了 势头走不了了 我投宁王看看 能不能有发展就去了 这个宁王后来果然造反 大伙记不记得 周文石版里边这个 拿着春树秋双图 到这个太师府里边 哎 你动不动就我要发标啊 那个就行了 你不给我面子 我可真的要发标了 来人 发标了 后来唐某虎到那查觉到宁王要造反 他一看这不行 我不能给你当暴徽 招风卖傻的 哎 死别了宁王 鬼到故里 可这一下子 他对这个政治各方面完全失望 也受到打击了 自那以后身体是一年不如一年 然后日子是越过越穷 就最后卖色化都卖不动 他到五十四岁那年的时候 也等于就是贫困交加 最后唐某虎死了 所以唐某虎这一生你看 非常坎坷 就是没有那么多 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顺的 什么大才子如何的 有人说那他命运坎坷是坎坷 这人是不是风流快活 是不是有钱 这些都没有 首先我给大家解释清楚的 就是大家一直以来 对唐某虎印象最深的事 就是唐某虎点秋香 说这事有没有 没有 说那没有怎么还编出这么个事 这是明朝末年的 有个小说家冯某龙 很多朋友都看过他这小说 冯某龙写的一个短篇小说 叫唐某虎一笑一元 这里边写的 就说唐某虎在苏州游庙的时候 看到秋香了 秋香一转 他顺着笑一笑 完了 蒙了 所以这秋香就走 天后秋香有三次回眸一笑 弄得唐某虎身份颠倒 最后卖身为奴进了华谷 叫华谷两个公子 然后借这机会接近秋香 最后有情人中途卷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其实为什么 我说这个不是真的 还有人编呢 他因为唐某虎那个时代 确实有个叫秋香 这个人本名叫林奴尔 哎 名字叫秋香 这属一名 干嘛的呢 青楼纪女 但是这个秋香了不得 琴棋书画样样皆同 诗诗歌布 无所不敬 我这一点得给大伙说 过去啊 我们就要说青楼女子 青楼女子 和今天所谓的妓女 它不完全是一回事 过去的青楼妓女 有相当一部分是 卖艺不卖身 我陪你喝个酒啊 唱个曲啊 饮食作顿啊 可以 但是我不卖身 就包括民国年间的时候 像北京八大胡同 那还有一等班子呢 一等班子就是 你到这来之后啊 我光卖艺不卖身 他也不是说 最后绝对不卖身 你像那种杜氏娘啊 后来乡中了 李甲孙府的 那也可以在一块 这是 所以我们说过去说爱情 土同人是没有爱情的 为什么 你过了门的 一掀个盖头 才认识你 原先都父母包办 哪有爱情啊 先见婚后联爱吧 过去所谓爱情 只会出现在文人和妓女之间 那一天殷尸过父 谈情说爱的 所以那时候这个秋香呢 艳名远播 文化水平很高 说他那唐伯虎有才子 这不是有点意思吗 不行 这个秋香年龄比唐伯虎大二多岁 等唐伯虎真开始 以风流才子明文天下的时候 秋香已经从了凉了 转业了都 所以他俩不可能 有什么多大的绯闻 他这个原型人物是谁呢 也是个苏州才子 叫陈元超 他确实有这个事 跟秋香在外头旅游的时候碰上来 在秋香中的笑笑了 他追上去了 所以怎么后来把这事 搁唐伯虎身上来 因为像这种风流潇洒的艳势 很多人就愿意 那得大才子 那不是财气那么大的 你成不住这个 唐伯虎他名其大呀 再加上跟陈元超一样 都是苏州宰子 嘴巴把这事摩擦身上 你咱们平常要编故事 你有事 你想活里活现 你也得挑那名其大的 你不能说这个人叫什么什么 住哪哪 说那么细 大伙都不认识 他进不了这境界 我跟你讲过一说 唐伯虎的事 你可能一听 你随便说一个人 你听不下去去了 这也是一种名人效应 那么有人说唐伯虎 年少多金有钱 刚才我介绍情况了 家境呢 小说算可以 从来唐伯虎都不是大富大贵之人 这是 所以你说他有钱 也不对 蔡永生说唐伯虎可欺缺成全 你看历史相传娶九个老婆吗 没有 唐伯虎一辈子三个老婆 还都不是同时 原配欺嘴 生完孩子 死了 第二个老婆没过多长时间 两人三个 第三个老婆呢 也是青龙女子 叫沈九娘 你看要我说唐伯虎点秋香 她有一定历史歌 唐伯虎确实和这个青龙女子之间有往来 她这第三个老婆就是从来梁的 名字叫沈九娘 她俩结婚了 你看沈九娘 沈九娘 有人就以为这九娘就是九个老婆似的 所以后来有个川哥说唐伯虎九个老婆 他是从这上来的 云说唐伯虎拥有多长时间的